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效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青年队,他放弃了俄罗斯国籍,选择了为中国踢球,这位在华人称之名的妖心,从俄罗斯回到中国,外界都期待,他能够展现欧洲优质清聚球员的风采,拯救中国足球。 陶强龙陶强龙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足球屡林后,名气最大的球星之一,从13岁开始就不断跳击的他,可以说天赋无穷,早早成为国庆球员的陶强龙。 只要继续这样的发展势头,说不定国家对大麻,也会提前为他敞开,和罗哈同为零一年零段的跳击声,和罗哈早就被开价三千万,从数字来看,已经能够证明他的价值不菲。 这位霍兽陈耀东,陈耀东跳击国庆球员,目前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光明。 张慧宇说年轻俊才,怎能少得了十根宝的最新出品张慧宇。 16岁的张慧宇被认为很有前置,天赋甚至超过无垒,能够获得了恩师这样的认可,可以说张慧宇的前途无量。 当然张慧宇的足球事业才刚刚开始,不过他在上海梯队,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。 王家豪去年,为报评选,出生于西班牙的17岁中国小将王家豪选入来全球未来流石大新星。 这位00号小将从小便在西班牙接受足球,训练,聚息,很多西角俱乐部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位中国小将。